准备做午饭 这个是提前腌好的牛肉 我先放了生抽老抽花椒面辣椒面 一点水一点盐 多多的抓拌给它入味 然后再放淀粉抓拌均匀 最后放油把它封住 然后就是我放的这个辣椒面它是不辣的 因为今天要做一个清淡口味的 先倒第一遍油 润完过以后调最小火再倒更多的油 跟着调一个中大火开始翻炒 稍微的一变色就先捞起来 重新起锅到油 生姜葱段洋葱 特别是要把洋葱的香味炒出来 喜欢吃香菜这里也可以放香菜 稍微翻炒个二三十秒 芹菜的叶子腌掉了就到牛肉 继续保持中大火 快速的翻炒个三十秒左右 调一个最小火来一点点的盐 然后翻拌均匀 不辣的小炒牛肉 牛肉又软又嫩又入味 不老也不柴